嗨 guys 欢迎收看游世界王子为大家带来的我的世界 我们继续熊猫之旅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所有场馆都参观的差不多了 该进行答题了 我们开始闯关答题 其实有一些我已经忘记了 好 第一关 迟今为止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化石出现于 西伯利亚 云南 四川洋 还有海南 到底是哪个呢 好 云南 既然对了 好 第二关 法国谁最早发现了大熊猫呢 我记得是什么戴维斯好像是 不是戴高乐 也不是南普传 也不是亚诺 应该是最后一个选项 阿尔蒙 带维 也正确了 好 看一下第三关 二战期间 这一位大熊猫的大熊猫 我去看一下叫什么 哦叫明明天的明原来叫明 我们重新回到闯关的地方 再来一次 好 第一关 明南 然后是代为 然后机关是明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关 野生熊猫 齐西鱼 密铃 好第五关了 那熊猫母亲在生下小宝宝后为了安全会怎样呢 好应该是最后一个选项 哇 第六关 刚出生时的熊猫是什么颜色的 好粉色 好第七关了 大熊猫妈妈会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干什么 盘他牛皮 这个选项有点溜啊 揉他捏他感觉好暴力啊 保护他温暖他吸他什么鬼 大熊猫的第八关 大熊猫食物里 包含多少种竹子呢 33种 63种 93种 123种 是哪个呢 63 对吧 第九关 野生大熊猫 可能 捕猎哪种动物呢 竹鼠 羊 不可能 鸡 没有 兔子 更不可能 根本追不上嘛 当然 是最后一个选项了 竹鼠 好 这是最后一关了 大熊猫平时用什么收集食物和进食 用手脚并用 还是只用手只用脚 用尾巴 哇 这个选项有点溜啊 用尾巴能补食吗 也通关了 开启熊猫世界 获得两只熊猫 好了 好了 那么我们拿下奖励啊 熊猫的蛋 还有竹子 好 那么 这次的熊猫之旅呢 到此结束了 真是学了不少的知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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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